法國《世界日報》10月9日報導 王岐山是習近平半個世紀以來的好朋友 但是與王岐山走得最近的兩個人 剛剛受到中共當局懲罰 跟隨王岐山幾十年的大秘書 中央巡視組原副部級巡視專員董宏 10月2日被調查 與王岐山亦師亦有的紅二代任志強 9月22日被判處18年徒刑 任志強的父親曾經是中共商務部副部長 文章說 任志強家族與王岐山家族幾十年來關係都很好 所以任志強受到極為嚴厲的認罰 不僅是認為對所有紅二代發出警告 也顯示王岐山並沒有能力或不願意為他辯護 而董宏自1998年以來一直是王岐山的得力助手 報導指要知道在中國一般來說要清除一個領導人 通常總是從清除他身邊的人開始 有學者說 董宏被逮捕對王岐山來說不是好笑頭 因為大多數情況下 秘書或親密朋友受調查 都顯示著相關的領導人即將倒台 在此之間的地方 提出道理應對王岐山姿真正不得 對王岐山的得力助手 有關在歸心的不僅僅